企出一項又一項政策 只是打房再怎麼打 全台房價還是持續往上爬 根據房仲全聯會 針對2024選後購屋計畫進行的調查 有19.2%認為選後房價 將會上升一成以上 還有近半數認為將上升5%到10% 總計有高達67.7% 也就是將近七成的民眾 認為2024年房價將會繼續上升 當不只房子 吃的 用的 穿的 什麼都在漲 唯獨薪水還在原地踏步 這樣的大環境 也著實讓這一代年輕人相對無奈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來的剝奪感 就是因為你像 如果現在大概40歲上下的話 大概就是1980左右那時候出生的 就是70末80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台灣經濟起飛 就是已經差不多是末段了 如果是20歲年輕人的話 大概就是2000後 那2000後其實就是 例如說他們面對到的社會 其實他們一出生 其實就是例如說政治的風氣 是比較開放的 可是對他們來說 就是在經濟上來說 其實台灣已經沒有過去的榮光 就他可能看著他的父母輩 是他們努力就可以賺得到錢 可是等到他出社會的現在的時候 就是這個社會是很現實的 就是即使他們很努力 但是他們的薪資可能還是低的 年代不同 擔憂的也不一樣 根據遠見2024年 亞洲青壯年價值觀調查發現 面對未來10年 台灣青壯年有兩大恐懼 其中有高達84.1% 憂心房價過高 而擔心自己薪資過低的 也是高達了62.3% 而這比例數字 已經比新加坡 香港還有中國大陸 以及馬來西亞還要高 工作的提供跟工作的一個想要 這兩個沒有對接的話 常常加上他自己又沒有什麼方向的話 的確他會有這樣的一個困擾 每個世代不一樣 那現在我覺得這個世代 真的是他們心理困擾比較多 還有人際的焦慮的問題 比較多的時候 常常往往可能旁邊要協助 把範圍拉大來看 針對大陸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台湾 五個地方的18到45歲青壯年 對於社會參與推動力執行力 以及前瞻力四一力進行調查 總體分數以新加坡的64.7分奪冠 堪稱為亞洲最為積極的青年族群 再來就是台灣的63.6分 還有馬來西亞的62.5分 不過向來被視為最為狼性的中國大陸 以及生活節奏最快的香港 則是出乎意料的居居以後 聚焦在推動力面向裡頭的 渴望成功跟創新能力 則會發現台灣表現相當不俗 比其他四個地區都還要高 以67.7分位居第一 進一步細看對於未來的期待 亞洲青壯年期許十年後成為的角色 前三名為專業人士 高達24.2% 自由工作者則是佔了21.4% 還有領導團隊的管理者 來到14.3% 至於台灣年輕人的願望清單排序 冠軍則是自由工作者的25.3% 專業人士的15.7% 還有領導團隊管理者的15.4% 則會在第二第三 我覺得台灣的青年勞工比較偏重 就是這個工作跟生活的一個平衡 反而他覺得說薪水要追求超高薪或賺大錢 甚至說買房子都比較其次 反而他們覺得說在這樣的一個職場環境情況下 其實能夠先求工作跟生活平衡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其實家庭生活幸福 然後工作可以是自己喜歡學以致用的 其實是比較優先的這個要求 從工作到生活 現在進行事到展望未來 攤開台灣 青壯年恐懼 還是跟大環境的無奈脫不了關係 但憑著突出的價值觀 推進動力 台灣還是可以走在很前面 訂閱新聞中的榮成文月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